各位家長 你們有沒有經常為子女的功課 感到煩惱呢 罵和打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教育子女 除了要對他們關心多些之外 還要教得其法 所以 少星救地球特別推出 以下的教育性環節 記住 請各位家長在你們的子女陪同之下欣賞 如何增加子女的學習興趣 你打完我幹甚麼 你幹甚麼 那不是嘛 根據觀察所得 兒童對紳士物的接受率非常高 並且容易沉迷於其中 何能他日心要試驗我 臭小子, 整個人說唱卡拉OK 你想做功課 是呀, 我也說唱完這隻碟就做功課 唱完一隻又一隻 想不想打你唱歌 我也是說唱完這隻碟 真的打不到你不知道會痛 小鬼媽 臭小子不做功課 打死腳也沒用 小子又循循善又 用得其法 你怎麼做? 打死腳也沒用 我笨蛋, 你有方法 你生日年快過來 這樣吧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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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呀 投心思想要 好, 好啊 我抱你了小子 你的小子 一唱歌, 你也學術術、 這麼厲害 好了… 你選擇學完你的術術 又開始學你的數學 對呀, 好嗎 好呀 我不吃飯也要用了功課 好啊… 現在開始學你的數學, 開始 好, 我現在科科都這麼喜歡 我很想讀書 是呀, 我記得沒有學習到那些 假日等於二三 假四等於七 一勝四等於八 是, 傻貴老母 我這招卡拉OK的學功課也行 是呀, 現在教兒子最重要是教得其法 投其所好, 多點了解子女 還要增加他的學習興趣 現在教兒子成為樂趣了 為了方便各位家長 超星舊地球已經推出一連串的 卡拉OK學功課系列 沒錯, 目前我們的卡拉OK學功課 影碟及影片劇式推出了包括 英文科、中文科、數學科、地理科 社會科、生理系科 推出以來, 深受廣大的家長們歡迎 自從我兒子用了卡拉OK學功課之後 成績好了 推薦各位家長用卡拉OK學功課 沒錯, 卡拉OK學功課現在推出了學習套餐 每套只賣88, 各位家長不用勞氣 價錢又經濟, 為了你們的子女著賞 快點打通我們22條內線 找徐小姐聊天吧 各位親愛的觀眾 自從第一集我們播出過 《Leap》的故事之後 在社會各階層引起一連串強烈的迴響 笑聲舊地跑去吾樂祖有見及此 信眾要求 特別努力炮製多以下一連串的 《Leap》的故事 Part 2 《電梯隨時》 喂… 大家 這個大廈很多人的頭髓都是升降得慢 這是摩天大廈來的 走上要很快, 你自己派回憶, 可以嗎? 快點 OK OK 這樣行嗎?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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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是甚麼事? 不得快點快過光束 現在我們回到舊屎上海灘了 你害怕… 好意思… 毛… 放手… 早點… 待會兒… 我進去誰… 媽, 你剛才說話說話 我再說話說話 我快點才開始聊天啊 我比你還冷得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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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吧… 我進去哪裡… 我進去誰 會動到你 你動我? 我嚇壞了, 你嚇壞了 嚇壞了, 你怎麼不認識 我的長綠街豬王 有個女人, 你開玩笑 長綠街豬王, 再幾天 嚇壞了你, 我就切了豬王 你出來嗎? 你這是甚麼? 你扭我 嚇壞了 嚇壞了 八人十八刀 八人十 等一下, 各位大哥 我到了, 我吃了就走了 嚇壞了, 嚇壞了 嚇壞了 你又叫嚇壞了 嚇壞了 嚇壞了 嚇壞了, 我們沒有人騙了 沒有人騙了 我沒有人騙了 嚇壞了這麼久, 請教, 公勝大人 你不唱六街之后 嚇壞了 嚇壞了 公勝大人 你不敢打了 九勝大人 上去鬆拿 喝茶, 喝茶 不要鬆 到了, 老毛 老大 你爹, 你爹 爹, 你爹 你爹, 爹 你爹 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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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梯死了十二人嘛, 這麼輕鬆一 十三人, 等著等著 我老婆等著年輕人也生了 恭喜... 你先讓人爭取時間的屋子 不是啦, 那個電梯這麼多人出的 怎麼會被人看見呢 你放心吧, 沒人搭到電梯的 沒有理由的, 那個電梯死了 四個人都會超載 四個人都會超載的, 是壞電梯, 對不起 先出去吧 各位親愛的觀眾 看完以上一連串電梯的故事Part二之後 你對電梯有甚麼新的感想呢 是呀 還是走樓梯安全一點 行不行, 今晚請去看大戲吧 看不出了 你平時又流長毛又這麼新潮 你也喜歡這種中國傳統藝術嗎 當然了 其實看大戲不只欣賞到中國的角色 現在從中去領悟到很多人生的哲理 還有很多哲理可以在現實的生命中 八字八個個的流露出來 當真 郭爺人說 在村劇裡面, 最大的特色就是變臉 看看它可以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變成不同的面孔 令觀眾驚奇讚嘆 看看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人又如何變臉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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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一定會做到 好, 好, 先說吧, 拜拜… 那邊呢, 從擦鞋子變成憤怒的樣子 你怎麼搞的, 王爺 你是不是在做事的 那個客人叫你替他儲一下糧 你這麼不替他去, 跳舞很失禮 你是不是在做事的 還有呀, 還有呀, 我還兩天叫你 寫那個報告, 寫好了嗎 他…他在這裡說, 經理, 經理, 經理 哪兒呢?又由不滿變成滿意 你做得好一點, 公司沒有規待你 糟了, 挺好, 一二個碼 經理… 經理, 經理, 甚麼事 我好像很想你調整過薪金 又變了, 由蓮子蓉變成反轉豬的樣子 你幹甚麼 你這事又做得不好 叫我調整薪金, 你也敢說你出口 不是呀, 經理… 你這個月不給薪金, 我也有理 這張就是我辭職訊 來呀, 又由憤怒點為寬容 不用了, 我們公司, 大家同事相處得融合 又好, 你為甚麼要跳槽 是嗎, 你們坐下慢慢喝杯 喝杯飲品再談 在粵劇裡面 角色受了冤屈或獸刑的時候 都會跪在地上挖水髮 來抒發一下他的冤屈氣 不過, 在現實社會 挖水髮通常都是來賣洗頭水廣告 用兆星牌洗頭水 令你的秀髮更添光彩 伏戴琪這個功架 不論在粵劇或經劇都隨時可以看到 但是在現實生活裡面 一樣有伏戴琪的 又伏戴琪了 不僅僅僅, 還叫口號 還記不記得最大陣容那次呢 香港有百萬人的職劇 謝謝… 想不到看大戲也學到那麼多 放幾個錢 幹甚麼 先頭也很寬容 現在為甚麼要摸上身體 住面口呢 哪一臉 大哥, 你踩上我的腳, 痛的 不好意思 正所謂人生如舞台 各位朋友 當你在欣賞一套精彩的舞台劇的時候 突然領不到一些人生的哲理的話 就不妨打個電話給我們 我們有二十二條內線 並且有專人負責二十四小時接聽你的電話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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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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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M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Let's go for fire